大家好,歡迎收聽會跟模擬油耀電台 我是阿丹 今天非常的特別呢 不僅僅是我們邀請到我們這位特別的來賓 還有是不是少了一位 就是我們平常會出現這個LULU的美聲呢? 哎呀,他今天就是去出差 所以沒辦法見到他的偶像 也就是我們的家祥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詹嘉翔,劉佳雄 我是這個鄭卡朗的主唱人 我們在做的事情是在做泰語樂團 台語樂團 我自己也會寫小說 我的作品是這個夜觀巡場 夜觀巡場都可以,夜觀巡場 它是用一個小說跟專輯 互相互能創作的方式 還有用魔幻、百貫、搖滾音樂、台語 還有童年記憶來建構整個藝術館 來做這件事情 對,我們應該知道鄭卡朗樂團 在去年就是2022年的時候 是得到我們金曲獎年度的新人獎 入圍啦 入圍是不是 入圍就是肯定的啦 然後呢,我原本是要想要把他們整個樂團都請過來 但是不過因為這個經費有限 我需要抖內抖內一下 所以我們先暫時呢 第一場先請到這個主唱家鄉 來跟我們聊聊這個 他的這個創作歷程 還有一些 對,他的一些親身經歷的一些故事這樣子 所以呢 其實大家都很好奇啊 到底 我們知道夜觀巡場是有書 也有專輯對不對 那到底是先有書還是先有專輯 哇,這把要說先後的順序有點困難 因為他對我來說是一個同時創作 那個同時創作的意思是 我有可能 比如說羅漢這首歌好了 羅漢這首歌我可能一開始先寫的 他是一個很短片的小說 他是一半雲也寫的 我在寫那個 如果我看書的話會發現他是 我在寫他70時期 我們那時候會求真 可能是什麼樣的一個聚落狀況 那時候裡面的羅漢是什麼樣的生活心態 我在講這件事情 但後來我從半雲岩的這個小說裡面 我寫出了那個羅漢的歌詞 然後在羅漢的歌詞裡面 他在寫出小說現在看到 會求真比較靠近 我們這個時空的這個羅漢 他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他是三個一個三角形的關係在互相影響 可是你那時候寫歌詞的時候 嗯就是說你寫歌詞的時候 已經有曲子的這個概念的呈現了嗎 還是說就純粹是把文字先寫出來 羅漢那時候是先寫文字 對那那曲的話是 雖然才沒什麼花什麼時間寫 因為我們那時候 我們就把初方的曲 好像改一下那個節奏 然後跟後續的彈法 然後那時候就很自然就唱進去 就喜歡也沒對過就直接先 現在直接唱就唱進去了 所以剛好合進去就對了 對剛好合進去了 另外一個之後啦 之後的創作都比較有意思就是 我會先把那個歌詞跟曲都先編好 有時候我會先有曲 然後再寫詞 有時候是詞先寫好再去譜曲 我會先做一個demo demo做完之後再丟給樂團 可能吉拉手他主要主要在負責編曲 在精修 他通常會大改啦 會大改是不是 但是大改是改編曲吧 改編曲 但是你整個原本你自己寫的那個曲的 的旋律是不變 對對對 我們知道你是這個東華華文系 對那現在還在就讀那個 我在四大台文 台文索 對對對 原則上來講應該就是 你是這個文學這一路的人 那怎麼會又跨組到音樂這邊 對 其實就是Bob Dylan 2016年Bob Dylan 他拿到諾貝爾學獎那時候 我那時候在上無名義的那個 華語流行音樂室 我們我們課堂上會講華語流行音樂 就是我們沒有把那個流行歌啊 視為他不是文學 他對我們老說他就是廣義的文學 那個歌詞 是 他在反映時代的時候 怎麼怎麼呼應這件事情 對 我們老說就是文學 他拿到文學獎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 更確認這件事情 就是有些人不覺得歌詞是文學 有些人覺得他是很通俗的東西啊 對 因為他會有一個通俗跟 通俗文學跟亞文學的一個 一個歧視 但是我們覺得沒有那個東西 所以Bob Dylan拿到諾貝爾學獎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 哇更肯定這個這樣的概念 是 是對我們來說是比較貼我們的藝術觀 是 然後我們就那時候在想說 哇我可不可以 也跟Bob Dylan一樣啊 也可以一邊寫小說 然後一邊寫歌 因為本來就喜歡音樂 本來就很喜歡有在玩樂團 那時候就做cover的東西 做翻唱的 唱一唱那時候真的得獎 那個那個 很多被到一定拿到獎之後 我才很有意思的想去跟創作結合 因為小說一直在寫 後來就一直在寫 我從高中開始就寫作 那你是什麼時候接觸到音樂的 你說你之前在玩樂團 也是高中 高中那時候就是 喜歡五月天 然後五月天就會覺得 玩樂團好帥喔 然後就開始高中去讀音色吧 然後就開始學了一點吉他 都是很基礎的吉他 然後到大學之後 才開始稍微比較認真一點 比較認真是怎麼 認真玩 稍微認真 這花了也比較多時間 這句背後的意思 我應該是聽得出來 對 所以你不是那種 小時候就學鋼琴啊 或是那種有音樂的基礎的人 是到了 開始玩團的時候才正式接觸音樂 對 可是正式接觸音樂 很多人就是 會是走演奏的路線 對 演奏方面的 然後 因為你要從 接觸音樂 你要再 就是接到創作 這個是又不一樣 可能要有一些天賦 是不是 就是這些旋律的產生 我一開始的東西都很簡單 我一開始的東西 如果拿出來大家會聽不下去 所以那是一個 我們樂團的吉他手很厲害 所有團員都很厲害 所以每個人都奉獻他的心力之後 他才會變成我們現在聽到這個樣子 不然我一開始真的是很簡單 因為 老實說我樂器 本來就真的 不是很好 我半路學這個 索納 然後有一些 曹阿 碰琳 鼓 吉他 我一開始學吉他 都很基礎 都是很爛的東西 我就知道 比如說我要唱什麼音 然後要配什麼樣的幾個音階 我就知道 我稍微按一下而已 然後那都不是很精緻的東西 有時候還會打架 對對對 所以那就真的很基礎很基礎 但把那個概念表達清楚之後 然後再去跟 繪製作的人 應該說 就是我團員 他們月底比較厲害 他們基礎比較成熟 他們就是真的在做演奏 那跟他們說概念之後 然後我們就去調整 調整到我想要那樣的 藝術水準的表達 對對對 所以要找到這個團員的這個過程 也是很不容易 要找到你 一直換 一直換 對這個 過程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怎麼找到這些志同道合的 當然一開始都問 就是有興趣 就先來試試看 然後那時候都不會限制 就是你願意來啊 就是 一直試到大概出社會之後 然後畢業 畢業那時候 第一個問題就是 到底要怎麼活下去 因為一開始我找 比如說就是 因為我是華文系的 就會找都是華文系的同學啊 如果會樂器 就來玩玩看吧 我就找了 比如說現在的Vocal Vocal是黛黛 對 他是我學弟 然後 原本的貝斯手 也是我同系的同學 但是他後來就 也離開 因為要工作 要養活自己 對 那我們都 我們現在確定的這些團員啊 除了黛黛之外 其他都是出社會之後 然後 我們再去 找到 找到適合的人選 所以他們不是 同大學的 欸 其他手勢 其他手勢 我那時候 大學就有碰過的一個學長 那時候就知道他很厲害 他已經在跟著 班奈亞 然後跟著 王季商 跟著 跟著 他是花蓮他們很厲害的 製作的音樂總老師 對 已經跟他在做音樂 但那時候覺得 哇 他應該不會想玩我們這種音樂吧 因為他是 他是 他是馬祖人 他也不太懂台語 我想說他應該沒興趣 然後 畢業之後 我們那個原本的吉他手 因為他養活自己啊 然後我們那時候真的是很窮 然後 做樂團都活不下去 是啊 他就只能 他就只能跟我說拜拜 當然我也祝福他 因為 因為我就覺得 我那時候跟所有的團員說 就是 去做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 然後不要餓死 對對對 然後我都用這個心態跟大家在相處工作 所以那時候就問到 現在家手小豬的時候 然後他這樣有願意 然後我們就會試試看 嗯 所以 呃 你們後來找到可以生存下去的模式嗎 啊 對對對 這個 需要講到很現實神秘的東西 就是 可以講就講 不能講 對對對 對對對 我們那個 剛開始畢業的時候 做一場演出 正是 貼錢自己在做 嗯 去參加一歲節那一場 嗯 在天橋上面 那是賠錢啊 然後賠完之後 我們原本的吉他手 離開了 那後來到了小豬進來之後 然後我那時候 我連做兩份工作 兩份工作是 一份是在做基金會的行政 文化行政 然後開始碰到一些補助啊 啊 開始碰到文化部 然後地方文化局 然後這些行政流程怎麼跑 藝術行政怎麼跑 然後再來去一個劇團 嗯 去講做藝術行政 做主任 下面下面有一個助理 有一個會計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開始意識到 哦 原來 有這些補助 對有這些補助 而且台灣的藝術行政其實 已經有一個規模在那邊 有一個 可以用比較 大家 能理解 然後有一個SOP的形式 去做到這些資源的整合跟統合 然後那時候開始學到這些東西 然後我就開始想說 那我能不能用藝術行政的邏輯 然後去做樂團 發現也是合理 是成立的 然後就一直做到現在 嗯 所以 政府 政府的補助還是很有 對 是一個很大的助力 沒錯 沒錯 我現在都是 就是一半靠著文化部爸爸養的 哦 對 了解了解 那找到這些團員之後啊 他們 技術也是一定有的 對 可是這些理念 就是我們在做的音樂是 有關於 魔幻嗎 魔幻寫詩 然後又有點 在地宗教民俗 這些元素 參雜在一起的 那他們是可以 應該是說 對這些也都有共鳴 才願意一起做 還是說他們就是 反正我就是加入一個樂團 這樣子 那種概念 我創作上我是一個蠻 蠻專制的 怎麼說 因為我會先把所有的demo做好 然後詞曲都寫好了 然後再丟給他們 對不對他們我已經跟他說 我想要怎麼樣編曲方向 我都已經想好了 哦你都想好 對對對 我只是沒有全部編出來 因為我現在其實可以用電腦做 對 其實技術不好還是可以用電腦 一個一個點出來 但我沒有這樣做 我就給他們告訴他們 我想要怎麼樣做 我非常想 但問題是如果他們做 有時候做差比較遠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不是不是我要是這個 我會把它拉回來 但關於這個題材問題 其實我們樂團裡面有 有兩個基督圖 基督圖 吉他手跟 跟貝斯手的基督圖 是 但其實 這些對他們來說是異端 對 他們可以接受嗎 他們可以 他們可以接受 因為教會還是有分很多不同派遣 那有些就是很包容 也就覺得都OK 都沒關係 對 那他們就覺得這些都是台灣地方的文化 他們用文化的角度來看這些東西 那我也覺得 也對啊 其實就是文化 但是 有時候你還是要跟他們解釋 這東西的脈絡 比如說 我們在用北館的東西的時候 對 那些東西其實跟信仰連結很深 對 我們去那個 南北宣在學北館的時候 一開始我們都會先拜拜 對 對 我就問那個基督圖 你這樣拿箱可以嗎 沒關係 這是文化 所以他們其實包容度還蠻OK的 蠻好的 他們很open 只是他中間剛剛有解釋那個過程 可能要過程 然後跟他們 可能解釋一下這些文化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比如說林秀妹有沒有用到卡門瓜 那卡門瓜 他因為台語有時候 就是一般人會聽不懂 對 然後就要跟他解釋說卡門瓜 他是要帶亡生者 從肉體離開之後 他中間要經過哪裡 然後到什麼地方 然後到比較暗詳的彼岸 那個過程 那個修律制的過程 所以他的文化的脈絡在後面 都要跟他解釋 其實我覺得你們就是整個的編制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說 我那時候第一次聽到你們 是在一個廣播電台 然後他放的是 寫給你一條文化的歌 對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聽 聽聽聽聽 他到最後不是很長的一段 就是你唱完之後 不是北館出來嗎 北館出來 然後跟吉他 是吉他嘛 就是做solo的部分 然後那個北館出來 我就很驚訝 我想說 我靠 樂團 不是說之前沒有啦 也有 就是像 譬如說很多樂團都有在創作 有關於民俗的題材 對 但是 就是我那個時候 這個時候的索納獨鐘應該是 對 而且學長吹得很好 就是對 南北宣的學長 對 阿翁塞 然後他吹的時候我就覺得 我太壓抑了吧 這整個太好聽 然後我 反而不是 笑好你一條文化的歌 是有關於民俗的嗎 應該不是 不是 對 原本最開始是寫給我女朋友的歌 就是一首情歌 對不對 然後 我在想說 靠情歌怎麼出現北館 對 然後我就很驚豔 然後又再回去 找你們其他的 其他的那個 曲子來聽 對 一開始是這樣認識你們的 對 但我譬如說阿翁塞真的 超厲害的 他見到錄音室是 他是可以一次就錄完的人 就 因為其實到錄音室空間的時候 你會 你會不是你會緊張一定會吧 就正常人都會 然後 你有時候 尤其索娜 他是很難控制的樂器 嗯 他稍微一個beat share 我就覺得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後 你要再用索娜去表達情感的時候 我就覺得喔 真是難到炸裂 沒錯 不知道怎麼表達 然後但是阿翁塞他就是 準到也不行 他就是 因為我們不只要 溫柔哥那時候跟他吹 然後我們要其他的東西 對 他就是 基本上他 他跟我們錄一兩次他就結束了 就是他 他比我們 我們在做西安樂器還準 所以我覺得 哇 不可思議 而且他吹的是可以聽得到那些感情 對 而且我跟他講很抽象 他說我想要 陳森有一首歌叫國界 國界裡面後面有一個很長的唢納的東西 然後吹得很飄渺 然後吹得很 很有感情 然後我就給他聽那個東西 然後他說你要像在舞裡面 然後吹一個很長的音 然後很溫柔 你不能太直男 是是是是 他就開始 然後吼 然後吼 吹吹 非常籠統的講法 可以把他吹出來 他就吹 對 然後我就覺得 然後你們的編制 又是有兩位Vocal 對 對 為什麼當初會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 因為通常可能主唱就是一個 對 呃 大概是我學弟嘛 那時候早上來 一開始就覺得 他唱歌聲音 他聲音的本質很好聽 是 他很厲害 這是很難找到的聲音 那 另外原因就是 如果高音唱不上去的時候 我就可以丟給他 沒錯 我有注意到 然後我就負責那些 比較中低音 對 然後比較撕裂的東西 然後他就高 然後他就飛在上面 所以我們 我們練團的時候 編曲的時候很多時候 要做的是就是 你這一段試試看搞八度好了 然後我們其實有時候編曲 已經算蠻高的 對 然後就很痛苦 然後就 又要做這件事情 對 但我們最近 接下來就想要讓他做一點 比較不一樣的 就是不要一直在做音高這件事情 是 我們在做讓他情感表達的事情 嗯 接下來想做的是 就還是Vocal的部分 對對對 那想再問一下 就是說 為什麼你們的 我有注意到你們的團員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紅布 都有綁一套紅布 為什麼會有 當初有這個概念 的產生 嗯 那時候在想這件事情 其實 因為我沒有在做的歌 其實 大家會有點擔心 他還蠻 蠻害怕 他就說 我們在唱跟 跟死亡啊 嗯嗯 然後也會卡門瓜 類似招魂的段落 是 他都會覺得怕怕的 啊 呃 我那時候 就想說 啊怎麼辦 我怎麼也有一個心理的安慰 然後 他甚至是能夠跟表演有互動的 有沒有可能做到這兩個東西 然後 有 我就有聽過的說法說 綁紅紅色的布 對 在身上或是在空間裡面的時候 他其實是會有一定程度可以 互生 對 護身的感覺 然後另外一個是 因為我們出裝 出裝在關落鷹 設計類似關落鷹的段落 對 啊要綁 可以綁紅護條嗎 我想哇這樣好棒 就是 可以給同仁園安心 然後我自己又可以做一個關落鷹的 呃 這樣這樣儀式的一個象徵的這個表演 嗯嗯嗯嗯 沒錯沒錯 但大概好像 他他比較 他只有看到那個關落鷹的表演 我跟他說這個是有忽略效果 他說 所以他還是沒有安心就對了 對對對 我平常會要每個團員把自己的紅布拿回去 然後大概大概就是說 不要放在那邊好了 所以你們那個紅布有沒有經過譬如說 有沒有去廟拜拜或者是貴樓 或者是什麼樣的一個宗教性的儀式嗎 沒有啊 哈哈 就是純粹隨便拿一條紅布這樣子 就特別做 特別做 喔特別做 對對對 但是沒有做譬如說像在民俗上象徵 一個一個 互生的一個儀式都沒有去做這樣子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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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那時候跟他說 我的解釋方式就是 我都是一個純粹的文化解讀 我都是一個文化分析 在重組的一個過程 嗯嗯嗯嗯嗯 你們專輯啊 這麼多不同的曲子 嗯 有的是情歌 有的是 比較偏魔幻 對 魔幻 然後或者是 剛剛說的比較地方性 民俗類的一個主題這樣子 當初是怎麼去挑選這些曲子 或者是做 專輯上的安排 是跟 跟故事貼在一起 就是那時候在想 他已經有一個故事架構在那邊 是 然後我就是把這些 故事架構濃縮成 專輯 他變成是我 我希望他聽到專輯的時候 他就可以 一個故事線下來 感覺到那個故事在那邊 但他可能說不清楚 他可能需要再看小說才能整個 整個補圈 嗯嗯嗯 但他透過音樂在聽的時候 我大概已經知道 喔那故事可能是 在講什麼事情 然後那個事情 指色的事情的空間 時間地點 然後氛圍是什麼 是 對我希望專輯就可以抓到這件事情 是 對所以那時候在 嗯甚至在做口白的時候 然後做口白的時候 那時候在想 喔我應該去 把這樣的歌的概念 對 嗯 透過口白去更強化它 嗯 讓它情感更豐富 比如說拜恰跟您兄妹的關係 那時候在想這件事情 嗯 然後其實我覺得裡面有很多編曲的工作 是小數在做的 嗯 比如說剛才那個溫柔的歌 那個索納 對 我本來沒有想說要放索納的唱 喔真的喔 是他想的 因為他覺得放索納軍運之後 整個專輯的概念會怎麼統一 一致性 對那裡面都有北館的配器 裡面都有台灣民俗的元素 是 然後台灣的 台灣的音樂 音樂元素都會符在所有觀眾裡面 所以其實是我們團員這樣專輯裡面 變得更統合 嗯 而且我覺得最後那一段就是 北館的solo跟那個 小豬吉他的solo 對 非常好聽 對很強 真的很強 那為什麼 像下雨你這條文綠的歌 跟最老媽 你會把它安排到 欸是最老媽 最後嗎 最後一首 倒數第二首 對倒數第二首 為什麼會安排在最後的一個位置 這樣子 嗯 溫柔的歌那邊 其實講到那邊 我們前面兩首都在講惡霸的事情 嗯 出裝跟你兄妹 嗯 到那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 溫柔的歌就變成 從一個情歌的角度 他變成是一個 在跟 跟這個土地講話 跟這個山痕講話 對 用一個很溫柔的方式 撫慰這些山痕 對對對 所以到那裡的時候其實 這個專輯應該 理論上要結束了 是 然後水的媽 你看他的歌詞 他其實在講整個 故事總幹 他在講這個 灰酒針 他在講 盧漢 仙女 然後 夜觀 菩薩 這些東西總幹是 水的媽在這首歌裡面 做一個總結的一個概念 這樣子嗎 其實把所有前面到的一個 提到的一些元素 或者是什麼都放在 對 但是到最後一首 我們最後的歌其實是 是煮陶公氣 對 他是一個口白 對 那自後兩詞的時候 從頭開始講 對 那我放在最後一首 因為我要讓他再循環 再循環 對 才會知道整個概念是 是是是是 敘事的時間 好 那加翔我們從這個 你的夜觀尋常的書裡面知道 你從小就 是天生的嘛 自帶陰陽眼 因為我不相信啦 所以我覺得那是幻覺 但就會看到 就沒辦法否認 就會看到一些 呃 東西 理智不相信 但是 眼睛就是還是給你看到 但是身體很誠實 眼睛很誠實 所以那你第一次看到 是看到那個 玉女的那個 這個故事嗎 對 印象那時候最深刻 現在還記得就是 就是應該是第一次看到的 應該是最早 那個時候看到 當下是什麼感覺 就覺得很可怕 就是不像人類 就覺得他是 在別的空間的 東西 你知道他 不是我們這個空間 當下你知道 馬上就覺得他不是人 是是是 因為我剛剛 像剛剛在講座裡面 聽到 你曾經在不同的場合 看到不同的東西 對 對 有拿著黑傘的女生 對 然後在樹林裡也看到 穿著這個繡花鞋的女子 對 那 可是你都沒有提到說 當你看完這些 所謂的好朋友 之後 你有去做什麼處理嗎 收金 或者是 我都沒有 那你有覺得 比如說 心理有被影響 或者是 運勢有被影響 或者是什麼樣子 我自己都沒有 但我身邊的 尤其是我高中的時候 我高中的時候 但我沒有跟我高中的時候 講過這件事 我不會講說我看到 什麼東西 我不會跟他講過 但我們那時候因為 高中生嘛 然後那時候年紀差不多 十七八歲 有些人就可以考駕照 然後 我們就是有一些人可以考駕照 然後有機車駕照 然後我們就會約出去玩 然後 只要有我在場合 通常都會發生車禍 真的假的 對 或者是 體育課的時候 我們有的人 就是跟我打球打一打 然後他突然就會 就 就會 跌倒 然後腳斷掉 只要有你在的場合 都會發生這些事情 就是我都會目睹這些事情 我就在旁邊看 啊 你有看到誰弄的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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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發生這樣 我就覺得他們自己太不小心了 所以他們有統計出這個 結論就對了 因為他們每次都發現我這旁邊 然後我都會 後來我有點老練 我會讓他們叫 譬如說斷掉嘛 叫醫院嘛 叫醫院嘛 對 然後我還有送完同學 這樣我同學去 騎機車載他去醫院啊 對 然後去 在他身邊的時候 幫他顧他之類的 那我們那個高中的時候 教室最多的時候 三台輪衣 是for你們班級嗎 對對對 我們可以保健事借嘛 借那麼多 對 真的很多人講這樣 哇賽 那現在還會嗎 就是高中畢業後 我覺得沒有了啊 而且我覺得那真的是 那是高中的問題 對 那是人的問題 年少清狂 哇賽 那你本身呢 就是你除了看到這些好朋友之外 你有沒有被遭遇 親身遭遇什麼樣的 其實世間都沒有 而且我又覺得 我心態一直都覺得 我在做的事情是 蠻正向的事情 就包括做這些歌 寫的這些故事 我不是因為 用消費心態來說 就是看到這些 寫的那些 因為我解讀方式就是 我覺得它可能跟人是有關係 就是你人生遇到什麼困難困境 你可能講不出來的時候 腦袋慢慢表達 然後那些東西我寫進去 就是我覺得 如果這樣解讀方式 也不會造成不禮貌 如果真的有的話 那代代可以接受你這個想法嗎 因為代代不是很怕嗎 他好像不是很接受 他就會說 你怎麼這麼不禮貌 所以他還是 他就算怕 但是他還是可以繼續 從事就是 比如說唱卡蒙瓜 卡蒙瓜 還是這些 跟死亡有關的媒體 他還是可以繼續去 我不知道是不是 有點脅迫他 但應該沒有吧 希望沒有 欺負他是不是 應該沒有吧 那有沒有說 好 那既然說你沒有 你沒有遭遇到 但是你也曾經看過 這些發生的事 對 那你有沒有說 譬如說 至今經歷過 你覺得最恐怖的事情 我小時候 一直在做一個夢 那個夢做好幾次 那個夢就是有一個 穿白色衣服的女生 然後在一個社區大樓裡面 然後他在社區大樓裡面 然後他在社區大樓 我還記得他是那個 有白色的磁磚 跟紅色的磁磚 組合起來 那種外牆 然後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社區花園 是 他就拉我在社區花園旁邊 因為我那時候很小 那時候 七歲不到吧 七歲 他就拉我在旁邊 然後他就開始跟我講 他怎麼被 被殺害啊 然後怎麼被粉死啊 被纏在哪裡啊 然後一直哭 然後他哭的時候就超級害怕 就是那個 你會感覺到自己 雖然在做夢 但身體的雞皮疙瘩 整個跑起來 那跟你講國語還是台語 他那時候應該在講台語 嘿嘿嘿 所以來跟你講的 都是講台語 嘿嘿嘿 就講台語 那我一直反覆做到那個夢 然後每次夢 我就覺得很可怕 但是他也沒對我做什麼事情 但是每一次夢 都是在跟你訴說這件事情 嘿嘿 那你有去找 沒有 那你有去報警嗎 沒有 所以他只是一個夢啊 你就任由他一直發生 對啊 那可能累了就沒辦法了 你是滿坦然的那樣 對啊 因為像一般來說 如果我們重複做同樣一個夢 就會想說 做一次就算了 就是夢嘛 對 兩次三次 比如說我有在拜拜的人 我就會去尋求解答 到底是不是有什麼事情 但不會覺得講出來 大家會不相信嗎 對 為什麼你會有這種想法 我就會覺得大家會不相信啊 可是 可是你生活在的村莊 應該是大概就是 有這個信仰的人 譬如說他們會為了明白去 因為其他人不會看到 不會夢到 這樣一直重複的東西 嘿 然後你突然講這些東西 我覺得好 那你有講過嗎 你有講過 然後就是遭受到 就是說 欸 你在胡幹吧 這種 我小時候也有講過幾次 我說有看到什麼東西 但 但那個感覺 因為都跟童年界的小朋友說 然後他們也不會真的很認真的相信 是啊 我好像沒有跟大人 聽聽就算了 對啊 我沒跟大人講過 因為我遇過很多 像有這種靈異體質的 或者是 看得到的人 他們都有一種共同的想法 就是 這樣說主要不然 對啊 對啊 我想說 可是 那我們現在這邊不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嗎 就是都相信這些的人 你都跟我講 為什麼 我相信啊 但是為什麼 就是你會一直都有覺得說 大家很多人都不相信這個 我不知道啊 可能真的是一個 不是大家都有共同體驗的時候 會怕被覺得擔成異類之類的 所以這個夢後來就是一直重複之後就沒了 對啊對啊 但是大一點它就沒有再出現過 等大一點就沒有再出現過 因為其實我曾經發生過 我講我經歷 自己經歷過的鬼故事好了 我那個時候剛讀研究所的時候 我在高雄 就是 山海大學就讀 中山大學 然後 朋友就來找我 然後就帶他去 因為我們那邊有一個叫大自然的地方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大自然就是 只要就讀中山大學的人都會知道 就是 絕對是晚上不要去 然後也不要自己一個人騎車去 對 如果你要去就是雙宅這樣子 對 那時候我就帶我朋友去 但是那個是下午 我想說下午沒問題吧 然後就帶他去看 因為它 它是一個懸崖 就是 你踏上那個懸崖 是可以看到整片海 對 就是很漂亮的 然後就帶他去 然後去看完 然後就回來 然後他就回家了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在 因為我就是 就讀都是那種原文小說 原文小說 然後那種都是用那種什麼 聖經紙很薄的那種 然後就看一看 我就很想睡 我就把它樹桌上 然後就去睡 然後睡到一半 那個時候我沒有開冷氣 我是開電風扇 我聽到那個聖經紙的書 在翻頁 噓噓噓這樣翻頁的聲音 然後我就想說 嗯 是風嗎 是不是我窗戶沒關 不對 不對我沒開窗戶啊 然後電風扇又是吵我吹啊 不對 比如說書坐在這邊 然後我床在這邊我這樣睡 那電風扇是吵我吹 對 怎麼會有翻書的聲音呢 然後就當我這麼想的時候呢 我的身體是不能動的 對 然後眼睛也是張不開的 然後呢 我們不是以前租屋都會睡床墊嗎 就是或是宿舍都會睡床墊 他是軟的 我就很明顯感覺到 我的旁邊的床都要睡 旁邊的就是陷下去 哇 陷下去 他重點還不是同一個地方陷下去 他不是像那種坐著那種陷下去 他是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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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陷下去 我說靠北真的是遇到了呢 然後就真的是一步一步 然後我又就是壓增展 然後又打不開眼睛 然後身體不能動 對 然後我就 幹了他 就是在心裡幹了他 我也發不出聲音 就罵一些髒話這樣子 但是 也沒有馬上就好 就是還是過了一陣子 然後才慢慢動 然後就什麼就是氣 就是從鱗盪盡一樣 這什麼都沒有 書就擺在桌上 然後電話上就吵我吹 這樣 然後我就睡不著我就嚇到 對 我嚇到 然後就馬上 因為那時候是半夜了 對 我不知道我睡了多久 對 但是我只知道我記得我看到一半的書 然後我就跑去睡 對 然後好像也還沒洗澡 什麼都還沒有 對 那你後來也去收集麥子 後來也去收集麥子 後來也去收集麥子 對 那廟也說什麼 嗯 他就說 就是從走到這樣子 對啊 什麼說法好類似 跟我小時候收集阿婆一樣 對啊 就是都很平常那種說法 有沒有 他也不會給你一個解釋 然後就說走到這樣子 然後我就馬上打給問了同學 我說 你那天回去有沒有怎麼樣 他說沒有 對 然後我想說 下午耶 怎麼 下午還會發生這種事 就是這樣子 對 那是我覺得 我至今印象最深刻 然後 我碰過幾則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最恐怖的 剛好頻率到了 對 其他的都是很小事 小事那種 就是不值得一提的那種 我有聽過別的啦 對 對 那個朋友發生的 他說有一個朋友 呃 他就是 命渴比較輕 然後他 他很 運勢比較不好 然後又 又再做一些可能法律病人刺青 但他這個人看起來就很不妙 就是身體很虛弱 隨時可能會被帶走之類的 然後他朋友跟他說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他說 他半夜睡覺的時候在房間 對 他房間那個 因為他沒有貼著牆壁 他的床沒有貼著牆壁 嗯嗯嗯嗯 他可能是比較 都浪節看 對對對 然後說 每天半夜睡覺的時候 他睡到 不知道幾點兩三點的時候 他就不能動 然後他就會感覺到 他牆壁 他床的四個腳 都會各站一個人 在看他 哇這個 哇雞皮跟他跑起來 哇 他是有 有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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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只是喜歡做一些迷幻的事情 所以有可能是迷幻 但 他說那感覺不像 那他後來怎麼解決 應該沒有解決 就放任他這樣子 我們都很大膽 要是我就不可能放任他 我就先去找老闆解決 我們再回來這個夜觀尋常的部分 就是從這個小說專輯到現在 從你開始創作到現在 然後也有一段時間了 那你在未來 有沒有打算寫第二本小說 或是寫第二張專輯 或是怎麼樣 有沒有什麼樣子 有我們現在還 就正在練習第二張專輯跟小說創作 因為我一樣 凡是想要小說跟專輯是同時創作的 因為對話說整個世界觀跟整個藝術觀會比較完整 然後 我們現在 上個禮拜 在嘉義已經有先唱一首 我們 新歌 對對對 叫葉婆 亞婆 他是蝙蝠的意思 然後他其實也有點跟200有關係 當然我們現在還在繼續讓他編曲更完整 我覺得他有點不成熟 但最近應該有機會演出應該就會一樣 哇賽 所以現在是已經有一些新的曲子了嗎 還是說現在是有一些了 就是在累積的 大概寫四五首了吧 對啊 你做葉婆的名字我就寫得很好 就是會讓人家一聽就想去聽聽看這首歌都在寫什麼 對 希望整個故事是完整的 所以他還是會跟這個地方啊 記憶民宿啊 其實也延續夜觀巡場的世界 對 然後他可能時間 時間點我可能有時候會來到日式時代 然後有時候會來到現代 然後會有點平行另外一條支線的感覺 但是他跟原本世界觀貼在一起 那編曲的部分有沒有做一個 比如說全新的加入全新的元素嗎 還是說還是維持就是原本北館跟樂團的一個搭配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也還在繼續學北館 就是我覺得我們第一張夜觀巡場的北館 老實講沒有用到很多真的可以說是北館的東西 他就是一個配器一個氛圍 那我們這張裡面就想要把北館的東西 我們學熟一點 我們現在每個團員都去學 然後我們想在第二段專輯裡面的時候 讓他那個北館的味道更對一點 對對對對 不再是那麼氛圍的東西 是是是是 有沒有預計什麼時候要出版 希望的明年 明年喔 明年喔 非常的非常的期待 好 那今天呢 非常謝謝佳翔來到我們香港文化工作室 然後跟大家分享他的這個整個創作的過程 還有他小時候的一個記憶這樣子 那他今天也帶來的這些像是夜觀巡場的專輯 然後還有這個二刷嗎 這個是金裝版 然後還有二刷的小說 對 那二刷的瓶裝跟金裝是有什麼樣的 不一樣小巧思在裡面嗎 瓶裝就是瓶裝就是小說 但金裝版他的意思就是 變成是他有一個特別設計過 有碳銀的這樣樓面設計 然後他還有裡面有附專輯的CD 跟簽名海報 所以簽名也在裡面 CD在裡面 然後小說也在裡面 CD也在裡面 對CD在裡面 所以等於買這個你就可以有小說跟小專輯 他就是有完整的作品在裡面 就是可以一邊去讀這個小說的內容 然後一邊聽這個專輯 然後今天嘉祥就是也是 也算是依照整個書的架構去跟大家做分享 然後如果想要更了解他的一些通年的 或者是人生以前的一些經歷的話 也可以從這本小說裡面就是看得到 還有他的一些鬼故事跟他 創作虛構的一個女生 叫做周美慧的故事這樣子 對 好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非常謝謝嘉祥 今天來到這邊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拜拜 謝謝